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好要求钟楚红出演 这一次给了成龙一个绝佳的机会 为了让钟楚红出演女主角 成龙不顾众人的反对 一人判叫板 非钟楚红不演 最后洪金宝劝说也不听 他说钟楚红有票房号召力 但背后还有另一层深意 那就是豹德美人归 成龙在A计划和五福星两部戏之间来回跑 每次都对钟楚红说自己很辛苦 而钟楚红也比较贴心 就充当他的司机经常送他去片场 就这样日久相处下来 两人互生好感 并且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 剧组安排了钟楚红出演一场洗澡的戏份 然后成龙刚好闯进来 后来两人相恋的绯闻就传了出来 结果林凤娇听到了风声 单枪匹马闯进了剧组 找到了钟楚红 并且对他提出了警告 而钟楚红这才明白 成龙已经结婚生子 有了自己的家庭 而钟楚红一直被蒙在鼓里 一气之下他就和成龙断绝了联系 再无来往 后来面对媒体时 钟楚红坚决否认他和成龙有任何瓜葛 但是私底下他曾对朋友诉苦 我真的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 言语之间充满了抱怨 最后两人的关系紧紧维持在普通朋友之间 八十年代 香港不缺美人 但五官并不算特别出调的钟楚红 怎么就能红透半边天 因为他算是后天修炼出来的美人吧 至于现在的香港小姐 我都不好意思评价 可能评委们都是一水的近视眼吧 那个年代的香港影视圈很乱 不少明星和大佬 富商都有着说不清的关系 只有红姑是个例外 管你富商高官通通都不高看一眼 只管自己喜欢 在丈夫死后首寡十五年 宣布永不再嫁 深情感动了一众粉丝 而时至今日 62岁红姑却被抱新恋情 连续四年前接收到礼物 约会行男 亲情牵手 这背后又是怎么一回事 曾有富商出价五百万 要和钟楚红吃顿饭 钟楚红霸气回应 我没有钱吗 为什么要和一个糟老头子吃饭 张国荣 钟楚红那种女人 我觉得太亮 她就是很亮 她的美是那种 哪怕她做得不够好 只要一个动作就能让人原谅 1988年 张曼玉和钟楚红合拍流经岁月 当年在艺书的心中 钟楚红的港女气质 就是她笔下的朱索索 灵动的短发 浑身散发着热情洋溢的光芒 妩媚事故独一无二 钟楚红的美是全香港人的骄傲 一度有法国有梦露 我们有红姑的赞美 香港人都很热烈地叫她红姑 在香港 姑不是随便叫的 只有当美貌魅力 地位 品德到了一定的高度 才能被称之为姑 甚至当时的群众 一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你再红 能红得过钟楚红 如果女性都像红姑这样 清醒硬气 渣男也不会那么猖狂吧 在一个酒会上 有富商搭在红姑的肩上拍照 红姑毫不客气 一手甩掉 记者 你不怕得罪人 红姑 不怕 是她鲜美礼貌的 况且那些人 不会当我们是宝 记者 是用什么方法成功拒绝了这么多追求者 红姑 不给予对方以为是机会的机会 19岁 因香港小姐一名惊人 和所有家境普通 但貌美聪明的姑娘一样 中处红的妈妈 把她送上香港最大造星工厂的舞台 第七届香港小姐 由于年红姑娘一样 由于年纪太小 也从未经历过那么大阵仗 最后杀入总决赛时 因为不会穿高跟鞋 显得觉促 最终止步第四名 没能进入决赛 但是 这也不影响港媒 评价她为 最美艳港姐 随后 她在香港的影视圈中 变成了一个传奇 刚出道的中处红 十分青涩 就是一个 什么都不太懂的小丫头 离后面的艳光四射 还有一段距离 没法把钟楚红和第一美人 这样的头衔挂钩 但是 她的优点也很明显 镜头感强 演技好 很有亲和力 观众源这个事很奇妙 单看五官 钟楚红远不如 关志玲精致 但是 论观众源 关志玲李嘉欣这样子的美人 无论如何都赶不上钟楚红 1981年 红姑搭档周润发 随着一幕情侣CP的大火 用现在的话来说 两人组成了多部电影的CP 鬼新娘 伴我闯天涯 纵横四海等 这之后 钟楚红又和成龙 刘德华 张国荣合作 一跃成了当时 香港热度最高的小花 六年后 钟楚红再次搭档周润发 秋天的童话上映 在影片中 钟楚红一头大波浪卷发 性感 美艳 妩媚 清纯 可爱 又潇洒 十三妹这个角色 让她获得香港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 还提名第24届 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真正属于钟楚红的时代 正式到来 由于长相和气质 大胆美艳 毫不做作 这时才被香港人称为 东方的梦露 这个经典的角色画像 也成了钟楚红身上 最经典的标签 成了当时很多人心中的 红玫瑰 后来纵横四海上映 美艳热烈的红姑 哥哥张国荣 潇洒的发歌 这个经典组合成了几代人 共同的记忆 那些年 钟楚红拍了60多部影片 五部影片 角逐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事业如日中天 刚刚31岁 正式大展拳脚的时候 她却宣布吸引 这一切只因为一个人 朱家鼎 最好的爱 一生只爱一次就好 自从港姐朱玲玲 嫁进霍家 港姐和豪门 就是那个年代的标配 但是钟楚红偏要成为那个例外 当年成龙 刘德华 林子祥 甚至还有很多富商 都追求她 都遭到拒绝 虽然追求者众多 却是个不爱招惹是非 不愿意和人传绯闻的人 唯一一次绯闻 还是和成龙 1983年 成龙邀请钟楚红拍 奇谋妙计舞复兴 当时的钟楚红并不知道 成龙已经在台湾秘密结婚 在拍摄间隙 两人很暧昧 被媒体拍到 绯闻越传越凶 成龙在台湾 已经秘密结婚的消息 也随之传到钟楚红耳中 得知真相后 钟楚红果断分手 并且在这之后 再也没和成龙合作过 在拒绝无数富商 和同行的追求者之后 钟楚红一度认为 自己可能遇不到 那个理想中的伴侣时 香港著名的广告才子 朱家鼎出现了 虽然相貌平平 但是钟楚红却很爱她 两人拍广告相识 钟楚红是模特 朱家鼎就是这只广告的广告总监 朱家鼎对钟楚红一见钟情 但由于自己处于创业阶段 和豪门阔哨有着云泥之别 只能选择默默保持在相识的安全距离 直到四年后 1988年 钟楚红患病住院 要立即手术 只有她一个人在香港 朱家鼎这个久未路过面的人突然出现 那段医院渡过的时间 成了朱家鼎的高光时刻 在钟楚红心中种下了一片草 从医院走出来 别人就在一起了 此后四年 无论多少富商邀请 钟楚红也没能动摇过 朱家鼎的财力不如钟楚红 但红姑却甘心托付 朱家鼎每次遇上财务危机 钟楚红都会毫不犹豫地帮其渡过难关 1991年 俩人在美国结婚 并且钟楚红不喜欢孩子 俩人还约定不要孩子 也是在同一年 钟楚红宣布吸引 推出演艺圈 之后朱家鼎被确诊为大肠癌 身体急速垮掉 散尽钱财 便寻名医 还是没留住最爱的那个人 朱家鼎去世时53岁 钟楚红47岁 朱家鼎的离世 给钟楚红的打击是巨大的 他不能接受陪伴自己多年的爱人离开 好友见他痛不欲生 终日郁郁寡欢 也不出门 于是劝他再谈恋爱 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如今已经62多岁的他 不准备再付出 他喜欢旅行 喜欢摄影 偶尔参加一些商业活动 看到他现在的状态 整个人优雅的老去 眼角每一根皱纹都是温和的 皮肤细腻 眼神清澈和鲜花合影时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人笔花椒 看到这组照片后 网友们也在评论区夸奖钟楚红的状态 大赞他优雅之幸 还有粉丝怀疑钟楚红 有了新的恋情发展 近日 保养得已的钟楚红与绯闻男友6 结伴逛中环 化了淡妆的红姑 明艳照人 对一条挂在明电橱窗的红色性感长裙 很感兴趣 他站在橱窗左望右望 反复看 但最终没出手 与六双双步行到咖啡店喝咖啡 席间 两人谈笑甚欢 聊个不停 停留了一个小时 风度偏偏的Lio陪红姑往低市站候车 之后目送红姑开车后才离去 二人十分亲密 不过面对这些新闻 红姑很坦然 他说 你觉得我有吗 你觉得我有 我就有咯 看来红姑问心无愧 心里有那个人 即使独自生活 也是幸福的